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小安姐 又要吃葡萄的季节了 葡萄好吃,酸甜多汁 但是很多人将买回来的葡萄啊 直接用清水冲一冲就直接吃了 这是错误的做法哦 那今天就分享大家正确清洗葡萄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剩下来林呀,葡萄等水果都大量上市 这个时候的葡萄价格实惠 而且口感很不错 葡萄的营养非常丰富 所以很受大家的喜欢 但是买回来的葡萄啊 只是用清水洗一洗是洗不干净的 今天就分享大家正确清洗葡萄的方法 第一,清洗前我们不要像这样直接摘掉葡萄 这样摘掉后呢,在清洗过程中 果肉啊就会造成第二次污染 而且炎热的夏天 葡萄是很容易腐烂变质的 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准备一把剪刀 用剪刀把葡萄连地一起剪下来 就像这样 这样剪下来的葡萄都是完整无破损的 在清洗过程中呢,也不怕污染到果肉 第二步,我们准备一盆清水 在水里加入面粉 然后把这个面粉呀,我们搅拌均匀 接下来把剪好的葡萄直接倒入面粉水中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用手顺着一个方向来搅拌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 利用离心力的作用能把葡萄上的污垢啊 吸附下来 抓洗一分钟左右,之后呢,我们再静止一分钟 食盐是具有杀菌消毒的 那我们清洗后的葡萄将这个水直接倒掉 再接入清水清洗一到两遍 把上面残留的杂质啊,冲洗掉 这样清洗后的葡萄啊,是非常干净 吃起来也很放心 而且这样清洗后的葡萄,果肉也没有破损 就算一次性吃不完呢,放上一天也不会有腐烂的异味 而且连皮呢,都可以吃是非常干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洗葡萄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